好开心 我刚才下双黑是换人认下来的 但是可惜的是 就没有学友帮我拍 蓝山这边的话都是人工给大家做安排的 还挺原始状态的 有人情味吧 算是 折叠多一点 坐下去多一点 我感觉我好像个教练呀 Hello 大家 我现在在蓝山 今天非常开心 因为我们今天是来鸟天 阳光特别棒 然后呢 我今天有带两个摆子 我的单板和双板 今天我要双修哦 我先慢慢滑哈 好像电池又没电了 好看哦 没跳起来 但是我刚才录了我觉得应该有小撮雪吧 反正我觉得还得挺稳的 我要换个电池了 我们一会儿见 拜拜 哈喽呀 我刚才换了一块电池 刚才我有自己录就是练控速嘛 我不知道 因为我自己看不到 我不知道滑的怎么样 但我的滑行的感受感觉好像还行 然后我觉得一会儿我会找机会找一个学友帮我录一下 看看我真实的就是滑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说 滑雪的水平看一下 看看我录的时候我能不能录下来 对 然后因为我之前每一次其实录视频我都会剪辑出来 摔跤的视频 所以之前有受到反馈就大家会觉得很失望 为什么你滑了两个雪鸡还是滑的那么糟糕 嗯 但是我觉得吧 就是我滑的是不是好 但是也没有说特别糟糕 我觉得就是自我安慰一下要快乐最重要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可能我们可以一起在蓝山滑一下 然后可以检验一下我的时机的状态 对啊 就是我也知道我是那种就是不喜欢卷 所以我肯定滑的没有一些很认真滑雪的人要厉害 但是我希望做视频的话 我是想要说把滑雪当成自己的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去享受它去快乐的滑雪 然后也想把快乐分享给大家 对 那就这样吧 我要去继续排队上奶车 拜拜 hello呀 刚才呢有找朋友帮我拍了就是降速的一个 就是控制的滑行练习嘛 每次想找黑道每次都没找到 就是 就找不到就好像是懒的或者是绿道的感觉 太平了 平了之后那个控速控了就都停下来了 所以就没有拍到理想的效果 一会儿呢我会继续再找一个正正解黑道计划一下 然后争取今天能拍出一个在黑道上练那个控速的一个视频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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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阑山这边的话都是人工给大家做安排的 还挺原始状态的 但也挺有意思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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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人情味吧算是 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去绿道 刚才呢在这边瞎玩了一下 然后也稍微练了一点点火 练了一下小脱血 虽然练得不好 但是呢也挺好 就是起码有不像以前那样单单充速度 刚刚有控速 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回到开车的地方 停车的地方 因为我们要 因为我要去换双板 对 然后换完双板之后呢就是另一波练习 同时呢就给学友们拍拍视频会稳一点 我们要充一充 因为这个坡很平 Hello 好开心 我刚才下双黑是换双下来的 但是可惜的是 就没有学友帮我拍 本来呢跟我一起走的那个学友 他一起下去 但是他也害怕 他就推下去了 但是他推下去之后 他也不往后看看 他就一直往前滑 然后以至于好可惜 我虽然换双着下来 但是我没能够留下 他这么就是有纪念意义的这个第一次尝试 然后而且现在我得去换双板了 因为另一个双板绣在等 所以呢就只能可能下一次 看看能不能在今年录一下我下双黑的一个视频 那我们一会儿见咯 拜拜 Hello 我们现在呢换上了双板 然后要去吃饭了 现在我们要去Happy Valley了 因为呢我其实刚刚换上板子就去吃饭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休息完了就出来了 其实有点不愧 然后呢我就先去Happy Valley那边找找感觉 如果OK呢就可以滑起来 同时再帮雪友拍一个拍点视频吧 这么美的舞后感觉 景色真美心情真愉悦 现在呢我就要开启休闲河状态 我先等一下雪友吧 我们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呢就是在往上可能要爬坡爬一会儿 去到那边的绿道 第二个选择呢就是在我面前的这个道可以穿插过去 对 所以我觉得看吧 看一会儿那个雪友什么时候到 因为它是单板 就像左这种平坡的话 就没有双板来的帕 怕风吹了手冷 你过来一下吧 算了我过去一点 我现在呢要 好吧 你直接按那个 弄干净一点 然后直接按那个 开始键就可以了 我帮你拿横拍 横拍容错率高 试一下吧 我还没有开始去适应双板呢 但我想试试看能不能帮单板学友拍一下 滑行的视频 要拍要按吗 你按一下吧 你按一下吧 这样因为我打算戴着手套 OK 我开始了 OK 看一下啊 嗯 哇好棒哦 OK 走吧 你要挑那个拱角什么都可以挑 我就不挑了 我没有手了 我没有手了 你走吧 你快点啊 横切过去 左边 左 不是右 左 这一条道 不要 你快点我要拧过去了 我拍不到你了 这是个什么姿势 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到你 快点 哇 是那边下去又转的 对 还直走 你快点 你快点 我不要不停 是吗 嗯 折叠多一点 看看 折叠多一点 折叠多一点 坐下去多一点 我感觉我好像个教练呀 哦 啊 还有包 我没看到 啊不行 太危险了 我要上车 我们拍摄结束 结束了 结束了 我没办法 我要 下不了车 刚才 你看看 你先等一下 拿下手机 拿下手机 你看看 应该能捡到一些 后来我控制不了速度了 我控制速度的时候 我的手就没办法摆那个姿态 他会控制我吗 我觉得可以 有拍到一些 有能看的吗 有有有 应该有 哦 你往后看一看 中间的那一段 刚才对我来讲 这是个大挑战 因为我发现 我划烧板的时候 其实要不停的控诉 不像单吧 然后呢 所以我刚才 刚开始还拍得好 后来我越来越快了 我就无法让我的手 保持那个姿势 所以我就只能够暂停拍摄 先把车 就是把先刹车嘛 那现在呢 我就打算自己 就做点练习 再熟悉一下刷刷血实 OK吗 可以捡一点 哦 还能拍吗 我先适应一下刹车的那个状态 我刚才那个手的姿态 不太能刹车 但是我拍的时候只能劈一下 不能平行 好 你不能一直划呀 你也要控诉呀 你也要控诉 要练火 多控啊 就是慢一点 嗯 不是慢一点 控诉就是 也相当于是练小脱血嘛 就把刃走好 不要一路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 差不多5分钟了 然后我们就可能要走了 其实我双板没划几趟 因为今天可能是因为March Break的原因 就人特别多 OK 现在我们先去那边 因为有风到了 所以我们先要去一个地方 去找一个蓝道划一下 好奇怪哦 因为 他如果那个雪友他滑的是一直往下滑的话 那么他就要回到刚才的缆车了 只有这个缆车才可以带我们去 就这条道才可以带我们去Silver Bullet 那个缆车 很奇怪 又把雪友给滑丢了 这可怎么办 Hello呀 我们现在马上要走了 好 就那个道 就是要走了嘛 然后 所以就最后一滑吧 先拦道 然后去绿道那边 就停车的地方 今天就没有一个正经的滑行视频 但是 嗯 下一次我可以多录一录 OK 先要给雪友拍 这是直冲 是吗 好 直冲 你输我 不是 就是往下面 然后往左路 试试看 试试看 好 那你要等我一会儿 我想慢慢练火练下去 好 好 然后你到一个这个位置 你给我一个手势 我就 好 你知道怎么怎么 这不太好方便动 双半就是这样 你好 你好 我这边 不开心 你再过去一点 我得站起来 手机要不先放包里 你害怕吗 不要害怕 哈哈 哈哈哈 要哄你吗 没关系 我不是摔倒的 我是为了停下来 光学友拿东西 我觉得这个地方差不多了 我可以给他做手指 给他拍视频 我就站着给他拍 但我得先折个位置 OK 我们一起见证 哎呀 真的是我好垃圾啊 我都看不懂 不会用他的手机 一来好就不用苹果 都不太会用我 然后现在呢 完成任务了 现在呢 我要走了 走了 OK 要回去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下次再见